如果一个人常年被圈禁在一间屋子里 那么这个人和坐牢也没啥太大区别 只是环境可能要比监狱好一些 今天大学士就来跟各位聊聊 清朝被圈禁时间最长的人 他是什么原因被圈禁起来的 首先我们来采访两位历史人物 明朝时期的朱文归和清朝时期的爱新觉罗红整 对于这种待遇应该最有发言权 朱文归是建文帝朱云文次子 靖南之役后朱云文带着太子朱文归失踪了 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 而当时年仅两岁的朱文归就落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手中 朱棣没有残忍地将两岁的侄孙朱文归杀害 但是他的做法比杀掉他还残忍 他下令废除了他的皇族身份 并将他捐进于老家凤阳广安宫内 史称建树人 在朱文归被圈禁期间 朱棣禁止任何人与他交流 他在被圈禁期间几乎就是自由生长 吃了睡睡了吃 这种生活他过了整整五十五年 直到朱棣的曾孙明英宗朱棣正二次复位后 朱棣正联想到自己 曾被弟弟景泰帝朱棣裕圈禁了七年 朱棣正对朱文归产生了极大的怜悯同情之心 于是下旨释放朱文归 就这样五十七岁的朱文归才被释放出来 当他离开圈禁之所时 他是不识子 也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甚至连牛马羊都不认识 根本融入不到社会之中 就这样被放出来不到一年 朱文归就去世了 同样 清朝也有一个类似于朱文归这样人 这个人就是洪正 他是清盛祖康齐皇帝的孙子 是康齐帝九子被子印堂的长子 他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合计被圈禁 长达五十三年 不过他比牛马羊都不认识 且还不具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朱文归 要强一些 下面就来说说为何 洪正会被圈禁这么久呢 洪正之所以被圈禁长达五十三年 与他的父亲印堂有直接关系 因此要说 洪正被圈禁的事 还得先从他的父亲印堂说起 印堂是康齐帝九子 印堂的生母是康齐后宫 会以荣德四大妃之一的 一妃郭罗罗氏 一妃为康齐生育的三子 分别是皇无子恒亲王印堂 印堂以及皇世一子印姿 史料记载 一妃最受康齐宠爱 由于印齐自幼是由康齐第三任皇后 孝义人皇后同家是府裕 后来又由康齐的嫡母人仙太后 波尔基基特是府裕长大 而印姿在十一岁时就夭折了 因此 一妃最疼爱的儿子就是印堂 印堂自幼就十分聪贵好学 很有语言天赋 他不仅精通满语 汉语 蒙语 俄罗斯语四种语言 还对英语 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也颇为熟悉 而且他的思想极为前卫开明 这与幼年时 印堂曾感染重病有很大关系 当时他染上重病 一群御医束手无策 恰好意大利籍传教士 卢一道来京城传教 卢一道用西药治好了他 康齐很高兴 就让卢一道教授 他一些欧洲文化和科学知识 因此 印堂自幼就跟随欧洲传教士学习 对欧洲人很有好感 他对欧洲文化和科学也很感兴趣 同时他与欧洲的一些王室也有书信交往 后来葡萄牙籍传教士穆京远 更是被他引为知己 他通过穆京远 与当时的葡萄牙王室也建立了联系 天资聪慧的印堂 再加上母亲依妃还很受宠爱 因此他自幼就很受康熙的喜爱 长年后 康熙为他聘取了清朝开国功臣 和和里的后人董厄氏为第七 婚后 康熙和依妃都希望他能尽快生育儿子 不过他却让父母失望了 印堂与董厄氏婚后三年 一直都没有生育 为此康熙特意又赐给他不少小妾 很可惜 这些小妾生了三个女儿 还是没有儿子 此时董厄氏也怀了身孕 可是结果又生了一个女儿 此后他身体受损不能再生育 以连生了四个女儿 印堂倒是无所谓 不过他的老爹康熙和老妈依妃 却很不满意 尤其是依妃一直盼着能有个孙子 就这样 叛孙新妾的依妃 又逼着印堂那了几个小妾 终于小妾刘氏在康熙四十五年 已经706年时 为印堂生育的第一个儿子 也就是洪拯 虽然洪拯是数出张子 但是由于印堂的嫡妻董厄氏 不能再生育 因此他与嫡妆子身份没有太大区别 印堂为了不让董厄氏难过 特意把洪拯交由董厄氏抚育 所以洪拯从出生时 就受到了父亲印堂 嫡母董厄氏 还有祖母依妃的特殊疼爱 洪拯年纪建长之后 印堂便亲自教导她读书识字 并且洪拯也继承了印堂的语言天赋 幼年时期就能通过印堂的教导 熟练使用拉丁文 依妃终于盼来了大孙子 自然也十分高兴 因此洪拯经常被接入宫里去见依妃 而由于依妃很受康熙宠爱 爱屋即屋 因此康熙对洪拯这个孙子 也是比较喜爱 了解清朝历史的人都知道 乾隆皇帝曾被康熙接近皇宫亲自抚育过 甚至后世很多人都认为 康熙是因为喜爱乾隆 才把皇位传给了雍正 实际上 康熙喜爱并接近皇宫抚育的孙子 并不止乾隆一人 洪拯在十几岁时 也受到康熙喜爱 被接入宫廷抚育 还有印寺的儿子洪王 以及印之的儿子洪春 都曾被康熙接入宫廷抚育过 其实历史上 康熙喜爱的孙子有不少 接近宫廷抚育的也有不少 真正要说 康熙最疼爱的孙子 还得是废太子印仁的长子洪熙 人家可是从出生 就一直被康熙亲自抚育 直到印仁二次被废 被康熙抚育了二十多年 康熙甚至都想隔背传位给他 在康熙心目中 洪熙就属于是嫡之长孙 是任何孙子无法替代的 所以 康熙可不只是最喜爱乾隆这个孙子 洪诚受康熙喜爱 印唐也颇受康熙喜爱 因此 这也使得印唐一度 也成为皇位竞争中的有利人选 当时葡萄牙传教师穆景远 在写给葡萄牙王室的书信中 就曾说过 印唐文武双全 和儿子洪诚都颇受康熙喜爱 很有可能成为大清国未来的继承人 但是印唐这个人是皇子中的另类 他对皇位没有太大的野心 反而更加重视手足亲情 在一妃太子时 印仁被圈禁的环境很恶劣 朱皇子都对印仁的遭遇 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是他第一个站出来 在众兄弟之中 称大家应该念在手足亲情上 为印仁求情 最后只有老三印旨和老四印针 响应他 三人联名向康熙求情 康熙才逐渐息怒 改善了印仁的圈禁环境 后来印唐认为 印刺为人正派有王者风范 极力支持印刺称为太子 即便在印刺失去康熙喜爱 被明确剥夺继承皇位的资格后 他依然对印刺不离不弃 甚至改为支持印刺所支持的印智争位 在二费印仁之后 康熙比较看好的儿子 有印智 印针 印唐 印之 康熙曾经在外出时 让私人流经文流执政 因此印唐也一度颇有继承皇位的机会 但是他为了顾念于印刺 印智的手足亲情 主动退出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改为权力支持 扶持印之成为太子 印唐头脑灵活 不仅语言天赋强 还十分善于经商 所以他的产业很多 也很富有 强大的经济实力 也让他能善于交际 待人大放和善 因此 很多朝臣都被他所笼络 他也成了八爷党中的经济支柱 而洪拯自幼在父亲印唐的影响下 自然也参与到了其中 他与印刺和印之关系尤为亲密 这也是后来 伯父雍正为何要将他圈禁起来的原因 康熙61年172年11月 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在畅春元去世 根据康熙的遗照规定 由四阿哥印针继承了皇位 是为雍正皇帝 当雍正登基之后 他的兄弟们为了避讳他的名字 全部改名为云自备 印唐也就变成了云唐 雍正继位 其实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 毕竟当时允之很受宠爱 在西北同龄重兵 成为福远大将军 没有人会想到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雍正 最终继承皇位 而雍正继位的结果 尤其是对允唐打击最大 他没想到 曾经与他关系要好的四哥 是一个城府这么深的人 因此他不服气 他还依旧支持和拥护允司 允之 于是在雍正继位之后 允司一党都表现出了 对雍正的不满 以及不肯臣服 其是八爷党中允司 允唐 允之三人都很有才能 雍正对这三个弟弟 也都是想笼络而用之 但奈何他们都对雍正 表现出了抵触 尤其以允唐最为强烈 因此 雍正就对允唐也不再客气 允唐被雍正以遵循组织 派王公父君前为友 派到前县西宁 当时接替允之 出任福远大将军 掌控西北兵权的时 雍正心腹年耕摇 雍正把允唐派到西北 就让年耕摇暗中监视他的举动 幸运的是 允唐为人慷慨豪迈 年耕摇对他颇为敬重 到了西北之后 倒没有太为难他 年耕摇善待了允唐 后来也成了雍正 给年耕摇定的罪名之一 但是 即便年耕摇善待他 雍正也是各种找理由 训斥惩罚他 在西北的允唐十分苦闷 为此他就给京城的儿子 洪正和十弟云俄倾诉 允唐知道自己受到了雍正的监视 因此一再叮嘱云俄看完书信后 要立刻焚毁 以免留下把柄 可是云俄粗心大意 没有焚毁书信 雍正二年 一新七百二十四年时 雍正最先拿八野党中 最没头脑的云俄开刀 派人查抄了云俄的敦俊王府 在抄家时果然 查抄出了允唐写的书信 在这封书信中 允唐称事迹已失 这让雍正更加生气恼怒 因此 雍正更加严格地开始对允唐进行监视 允唐为了秘密语儿子 红正还有八哥允司 以及十四弟允之联系 他特意结合拉丁文与满文 还有俄语 独创立中语言文字 专门用来秘密联络 后来允唐的书信 再度被雍正发现 这回雍正完全看不懂这些 像满文 又有拉丁文和俄文的文字 于是雍正就召见红正 问红正这些文字 写的是什么内容 红正却对雍正说自己也不认识 这是父亲允唐独创的文字 红正自幼就收到允唐的教导 在语言方面有很强的天赋 他不可能不知道 父亲允唐所创造的文字意思 但是他不敢将原文字的内容翻译出来 所以含糊七次推说 不知道才是最好的选择 雍正对红正的交代当然不信 所以他对红正这种表现非常不满 不久之后 又发生了山西平民 林胡诗义跑到西北 想教唆云汤反叛的事情 林胡诗义曾受过云汤的帮助 因此他听门雍正刻薄对待云汤后 很是愤慨 就跑到西宁求见云汤 而云汤不肯见他 后来他托人给云汤送书信 在书信中称山陕地区百姓都十分钦佩 九王爷激功好义 现今听门九王落难 两地百姓愿起义以救恩主 云汤看到这封书信后 却断然拒绝了林胡诗义的请求 他派人传话给林胡诗义 称爱心觉罗是兄弟 没有内争天下的道理 但是跟随云汤的传教师穆经远 却建议把林胡诗义抓起来交给雍正 众义气的云汤却认为 如果把林胡诗义交给雍正 就会把其害死 可是这件事后来还是被雍正知道 因此雍正更加记恨允堂 也加快了要收拾允堂的脚步 随着庇护允堂的年耕摇 被雍正辞死 雍正开始决定将八爷党义国端 雍正四年正月1725年12月 雍正对外公布了允四四十条大罪 将其尺夺爵位 削除宗籍并改名为阿其那圈进在宗人府 雍正对外公布了允堂二十八条大罪 将他尺夺爵位 削除宗籍并改名为塞斯黑 捐进于宝定直立总督府 雍正对外公布了允之十四条大罪 将其尺夺爵位 幽进于景山守皇殿 最后 允堂就被从西宁押送到宝定直立总督府圈进 直立总督 李福特意为他修建了没有窗户的小黑屋 雍正给李福下令对他的待遇是 除下界隐世之外 一切笔 墨 床 杖 书 字 便并一块 汤一盏都不能给予 在这种情况下 允堂在四十三岁生日当天 绝望地死在了小黑屋中 允堂死后半个月 允堂在宗人府中被折磨得可续而死 也是允堂被圈进的这一年 雍正同时削除了他的长子 红正宗级身份并圈进起来 而纵观史料来看 雍正似乎对允堂和红正父子十分憎恨 相比之下 允堂的儿子红望还算待遇不错了 允堂被圈进之后 红望被发配到热和充军 后来又被押回京城与允旨 允之比林娟进 而乾隆继位之后 红望很快就被赦免 仅圈进了七年多 就获得了自由 还被恢复了宗级身份 比红正好了很多 似乎雍正和乾隆父子 在历史上都很忌惮红正 乾隆继位之后就赦免 并释放了云额 允之 红望 看起来曾经的八野党 都被乾隆赦免了 可是乾隆唯独没有下旨 恢复红正的宗级身份 并将其释放 这也说明了 乾隆很忌惮红正 但是史料中 没有能解释通乾隆 为何如此忌惮他的原因 大学实时认为 很可能红正在青年时期 得罪过乾隆 所以乾隆小心眼 独步赦免他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 一阴七百七十八年时 乾隆下圣旨 以雍正名义 赦免了允司和允堂的罪名后 这才又下旨 将已经被圈禁了 长达五十三年的红正 赦免释放 并恢复宗级身份 相比于明朝的建树人 朱文归被圈禁长达五十五年 清朝的红正 则被圈禁长达五十三年 也算是清朝之罪了 但是红正比朱文归幸运得多 朱文归是自幼就被圈禁 而且禁止与外人接触交流 被释放时 什么都不懂 朱文归的人生 基本就是报废的人生 而红正 毕竟是结婚生子之后 才被圈禁 况且雍正和乾隆 虽然没将他释放 但也没像朱文归那样 被极为严格地 被禁止与外人接触交流 他被释放之后 也比朱文归 更容易融入进社会之中 红正二十岁被圈禁 七十三岁被释放 在释放出来之后 乾隆册封他为辅国公爵位 并加封三至大臣之职 此后红正又活了九年 直到乾隆五十二年 以兴七百八十七年时才去世 享年八十二岁 虽然红正活的寿命很长 但他的人生很没有质量 人生的近三分之二时间 都处于圈禁状态 他的人生算是毁在了 雍正和乾隆手中 不过与其说是被雍正和乾隆父子所毁 不如说是毁在了残酷的 封建皇权斗争中 红正的人生真是应了那句话 最是无情帝王家 封建皇权斗争中